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屏东潮州有很多老字号的美食 特别这一家已经开业一甲子的牛肉专卖店 里头专卖的是新鲜的温体牛料理 尤其这一道招牌的牛杂汤 里头加入十多种不同的牛肉部位 完全吃不住任何的腥味 汤头喝起来更是浓郁甘甜 好 不止这一味哦 既然来到潮州 当然要品尝一下在地最著名的小吃 热烈的馅料与冰凉的创冰配在一起 冷热交融的甜蜜滋味 冰凉又消暑 这一味一卖就是超过五十年 这家的特色就是 它纯粹都是用台湾牛 而且非常新鲜 好几年哦 十几年哦 潮州在地人很推荐 然后从小时候也就都在这边吃 对啊 让在地人从小吃到大的牛肉料理 人气第一 手推这碗牛杂汤 好吃的秘诀是店家每天现煮现卖 新鲜的牛杂每天一早到货清洗后 就马上放入锅中慢火炖煮 但要熬出浓郁的汤头 得分两次熬煮 才能释放出牛杂的精华 因为这个它牛杂里面有牛肠 牛肠它的那个烂的速度比较快 还有一些是牛筋比较慢 所以我们一煮熟了之后 煮熟了之后我们一定要把它全部捞起来 捞起来那个牛肠比较容易烂的 我们切一切就把它放在一堆 那个牛筋比较硬的 还有一些肉比较硬的 我们切一切放一堆 然后那一堆我们就先放下去煮 那煮了差不多就将近煮了半个小时之后 然后我们把那个切好的那个 比较嫩的 比较容易烂的 再放倒进去 富含胶质的牛杂汤 集合了十几种部位 有脆口的牛肚 有嚼劲的牛肠 与鲜嫩的牛肉快等 吃不出任何腥味 相同浓郁甘甜十分顺口 味道还蛮香醇的 蛮非常好喝 蛮可口的 这家老店能在潮州走过一夹子 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坚持新鲜的品质 每天从台南和高雄产地直送的温亭牛 您瞧 老板娘磨刀霍霍 刨丁解牛新鲜现切 要看牛肉有没有灌水 老板来教你如何判别 它的色泽 它的色泽看起来是蛮缝练的 蛮亮亮的 而且它放在那个整个铁盘子上面 它下面不会渗出一滴水 它不会渗水 不会渗水的话 这个表示这个牛它是不灌水来的 新鲜的温亭牛与炒面送作堆 香气四溢炒到入味的面条 与鲜嫩坦压的牛肉 诱惑着老饕的嘴和味 它牛肉海面很好吃 它的面条炒起来不会这样烂烂的 而且很有弹性 然后它的牛肉也很新鲜 起碗口味重一点的 不能错过店里的明星菜 葱爆牛肉 葱的呛与牛肉的鲜越咀嚼越香 那葱爆牛肉的话 如果你嚼久一点的话 很特别会有一种炭香的味道在里面 没想到当苦瓜遇上牛肉 也能变成好朋友 擦出绝妙的口感 有咬尽的鲜甜牛肉 结了苦瓜的苦涩 加一大口一起入口 配好几碗饭也没问题 吃完老字号的牛肉大餐 来到潮州怎么能错过 当地最出名的冷热冰呢 来 小人边要鸡丸 这家开了半世纪的刹冰店 就位在潮州新山路圆环旁 卖的是用冰凉的刹冰 覆盖热乎乎馅料的冷热冰 光是靠这一碗就让店员双手忙不停 无垠手搬 徒手切汤圆 光是一秒就能做出五颗滑嫩Q彈的小汤圆 还一边包着洁白饱满的大汤圆 接着再飞快地摇起芋头 绿豆蒜 红豆 汤圆 花生等配料 一大碗如小山高的刹冰淋上糖浆 芋头汤 一碗接着一碗出手超快 这碗冷热冰创造出独特的口感 就是来潮州必吃的消暑甜品 但是这个它有一点能够滚温的 温温凉凉冰冰的 这个潮州是有名的 名气小冰当的冷热冰 当初会诞生 一切都是无心插柳 确确开始有这个烧冷冰 也不晓得从什么开始 时候开始 但是这些东西 我们是从五十四年就开始卖的 一开始也是这些材料 但是一开始的话是说 卖热的这样而已 没有加冰 客人是说吃热的 太热了要加冰 就这样来的 算客人 客人演化出来的这样 靠客人吃出来的冷热冰 没想到现在成了潮州 所缺一指的代表美食 但在品尝的同时 记得先不要搅拌 由下往上吃 紧接着再一口咬下 花生芝麻打汤圆 才不会日冷失去QQ的口感 吃在嘴里忽冷忽热 像是在口试之间 跳了一场圆舞曲 夏天来上一碗 更使暑气全销 其实它的料都不会很甜 所以之前 因为我们现在人都不喜欢吃太甜 味道太强的 可是我是觉得 就淡淡的 吃起来就淡淡的 蛮顺口的 眼前这碗可别以为是金黄糯米粥 这是屏东很有名的绿豆蒜 当初会取这个名字 是因为去壳后的绿豆像极了打碎的蒜末 吃起来绵密中带有绿豆的香气 是让人一吃就会怀念的古早味 酥酥绵绵的 然后不会很甜 很好吃 干 传承五十年的冷热冰 是在地美食的代表 也是夏日消暑的第一选择 而陪伴在地人走过一甲子的牛肉店 更是许多潮州人心里头 充满回忆的家乡味 总是让人念念不忘